米歇尔的回忆录 永不原谅川普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 在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备受期待的回忆录成为一书当中 在面对政治和人身攻击时 她大多数时候坚持自己一贯主张的积极原则 他们往低处去 我们往高处行 但她并没有完全退缩 至少在面对川普的时候 米歇尔谴责川普总统的性别歧视和厌恶女性 并且以最有力的笔触 谴责她推动阴谋 质疑奥巴马公民身份的出生地问题中 所起到的恶劣作用 她描述川普诋毁她丈夫的活动 卑鄙而疯狂 当然其潜在的偏见和仇外心理 几乎是赤裸裸的 而且这些活动非常危险 唐纳德川普那些大声而粗鲁的影射 危及到了我家人的安全 为此我永远不会原谅她 川普一直断言 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 即便是在奥巴马公开出生证明之后 川普也爆料称该出生证是伪造的 不过川普后来突然改口 承认奥巴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奥巴马总统出生于美国 此事到此为止 川普说 现在让我们回到 令美国重新变得强大伟大 这个话题上来 成为于11月13号 由皇冠出版社发行 将成为年度最轰动的畅销书之一 全球首印300万册 以31种语言发行 在这本被美国媒体称为 近期最值得期待的一本政治性回忆录中 美国前第一夫人透露了一个 曾被外界猜测两年的秘密 她在川普的就职典礼上 为何她的表情如此冷漠 在接受美国ABC电视台专访时 米歇尔非常直白地说出了 她对川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于2016年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看法 米歇尔表示 我一直非常想知道 是什么让这么多人 尤其是女性拒绝为如此出色的女候选人投票 反而想让一个有厌女证的人 成为他们的总统 川普也的确没有让奥巴马夫妇笑起来 他执政以来 奥巴马政府在军事移民等多个方面的政治遗产 被逐步瓦解 双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互怼 在内政上 川普在就任当天 便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叫停奥巴马医保 此后又动用行政权力削减其实际效力 在移民问题上 川普相继出台强硬举措 限移令打击非法移民 终止童年敌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等措施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在气候问题上 川普不仅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还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清洁电力计划 并逐步为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行业松绑 在外交上 美国两年之内多次做出退群和准备退群的决定 还宣布承认 伊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收紧对古巴政策 要求北约盟友分担防务支出 对朝鲜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 有分析认为 川普在外交上过于鲁莽 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 川普正在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位置拱手相让 此外 第一夫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 在介绍ABC专访时 米歇尔透露 在新任第一夫人入主白宫前 她曾告诉川普夫人梅拉尼亚 如果需要帮助 给我打电话 就像劳拉布什曾为米歇尔做过的那样 那么 梅拉尼亚给米歇尔打电话了吗 没有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米歇尔回忆录发行之时 正值前总统和第一夫人重返公众生活 2016年大选之后 他们一直保持低调 奥巴马在中西选举中 积极为民主党候选人奔走 奥巴马夫人为青春区女孩 发起了一个新的教育项目 并提出一项促进选民登记和投票的倡议 现在他即将在全美十个城市为他的书做巡回宣传 其中一场他会和奥普拉温福瑞等著名的主持人一起出场 在一些活动当中 包含与奥巴马夫人会面和打招呼的前排座位套餐售价为3000美元 每个城市10%的门票将被赠送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学校和社区团体 随着成为的出版 奥巴马夫妇现在似乎不仅要在政治上 而且还要在流行文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去年他们宣布与企鹅蓝灯书屋签订出书合同 传闻协议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捐赠给他们的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机构 今年他们还签订了一项为期数年的制片协议 通过他们的公司高地制片拍摄电影和电视节目 纽约时报收到了成为的样书 称这是一本相当传统的第一夫人回忆录 但作为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的第一夫人 奥巴马夫人的经历远非经典 她写了比她的前辈遭受更多审视时的感受 出生于1964年1月17号的米歇尔 在芝加哥南部长大 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 也是种族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高中毕业之后 米歇尔申请普林斯顿大学 被老师说眼光太高 但她最终被录取 并作为优秀毕业生从该校毕业 之后她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 之后成为专攻市场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律师 并在担任律师期间成为未来丈夫的导师 尽管有一些真情流露的段落和亲密的语气 但毫不令人奇怪的是 奥巴马夫人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戒备 始终维持着一种同她的公众形象一致的保护姿态 但为了推广新书 米歇尔还是不停的露面 不时的爆料 让她这本回忆录持续保持热度 在著名脱口秀艾伦秀上 米歇尔还爆料丈夫对退休后搬入的房子很不满等私密话题 在本书的最后 奥巴马夫人瞄准川普开火 全面谴责她的政策和态度 《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发布有关该书内容的报道之后 川普做出了回应 至于在牵授活动当中可能会反复出现的那个问题 奥巴马夫人试图平息人们 对她正在为投身政治做准备的猜测 她写道 我从不热衷政治 过去十年来的经历几乎没有改变这一点 我依然反感她的肮脏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